大陆徐一长假进入了尾声 不少民众可能是塞帕了 选择提前返回工作岗位 但是呢 车流量暴增 车祸也平传 熊熊烈火在黑夜中格外醒目 变形车体看来猙獰可怕 消防队员抵达现场 立刻搭起水线拼命灌救 一路上堵车比较严重 多处应急通道被占用 救援人员只能兵分两路 一路步行赶赴出事地点 大陆京港澳高速广东十二关段 周五凌晨发生九车连环状 造成七死三伤的惨剧 另一头京坤高速山西段 也发生追撞意外 十七台车损毁三人不幸罹难 随着大陆十一黄金周进入尾声 高速公路返程车潮提早涌现 就怕堵车噩梦再重现 高速上不是一堵车 躲了几个小时吧 为了明后天正好 那个假期要结束了 不想再重复同样的事情 所以我就提前回去 大陆交通部门估计 返程高峰在六号下午 一直到周日入夜以后 车流量可能超过一百六十万辆 多数民众上路早有心理准备 没有最堵只有更塞 总体新闻组合报道